相關的資料其實在我們今天的目錄上也都有 好 有有有有 好 可以開始了 好 那我就直接開始 好 其實我今天應該要到場 但是因為種種的事情 所以沒有辦法到場 我剛剛有意思 然後我們來早上委託了朋友幫我抱 但是他剛好做錯車 所以也沒有辦法抱 哈哈哈哈 我知道好像我自己來了 然後 所以這一次其實是因為 我們施改會的執行長 有一次剛好有機會遇到司法院資訊處的處長 然後那個處長就想了解說 外面的社群 到底需要哪些資料 因為他們看那個行政院做得瘋瘋活活的 然後他們好像也有點 覺得自己應該可以搭上兩邊 那所以他們想問說大家需要哪些資料 那所以在這邊就想要跟大家徵求意見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取得司法院的資料 你希望能夠拿到哪些資料呢 又希望拿到這些資料 你會想要自己去做出這樣的服務 那大家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那基本上司法院那邊他們可以提供的就是資料 但是也必須理解就是有些資料 可能會有一些各自上的隱私 所以不一定可以提供 那目前已經列入了項目 已經包含項判決書 含副表、副件、評議結果 不公開審判案件這些東西 那還有檢察官的起訴書 目前檢察官的起訴書 目前好像是沒有什麼公開的 那行政機關書狀也是一樣 法律問題和專題研究 大法官目前釋憲出來的結果會出來 但是問題是有一些券內資料 它是不會出來的 所以希望可以修法修正 然後讓它可以出來 那再來一個是 其實司法院它有針對 各種不同的一些 比如說車禍案件、製作量型資訊的資料庫 就比如說你可以輸入 我今天是騎摩托車去動到汽車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請問問問按喇叭 有沒有煞車能躲藏之類的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你可能會被判幾天 那這個系統其實 現在已經有開放給律師和法官使用 但是沒有開放給一般社會大眾 那如果可以開放出來的話 大家應該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法官到底有沒有判重或判輕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一些訴訟流程介紹 然後個案的流程 然後比如說一個個案 它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 大家可以去追蹤 才知道說哪些案件現在還在審理中 那還有一個像新舊條文對照表的資料庫 也希望就是司法院可以有更完整的資料出來 那目前比較確定不會被列入的項目是法官的個資 因為有一些個人資料保護法跟隱私的一些疑慮 那再來是訴訟外的一些調解和解的內容 那這些東西其實司法院是有資料 但是問題是因為它都和解了 所以其實會有一些隱私跟保密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一些犯罪事實這些東西 當事人的一些個資也是一樣 以及開庭的筆錄和開庭錄音 這個也是違反隱私 所以這個比較不會沒有辦法列進去 那有問題的話 好 歡迎大家一起來黑配的提問 那到時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投影片 它我有列在上面 然後再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是你覺得它沒有列上去也沒有打槍 但是你覺得很重要也很需要的 那最後就是簡短的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司改會在今年就是會舉辦募款餐會 然後會送比較窄窄的萬用錘這樣子 就是一個瑞士刀 然後在11月21號的中午 有興趣的人歡迎過來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過來 昨天可以每月兩百地基金要贊助 然後可以拿到金士頓的水晨點 就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了 簡單應該聽得到掌聲 好 感謝雨桃 那等一下就是最後一位是 Lukas要講 我們也講 膨然心動的 交通整頓我法 然後還是補充一下 就是像剛剛雨桃那邊講到 講說根克不會要資料 呃 可能在座的大部分都已經知道 但是